腾云嫁悟 表情生动 动感十足的孙悟空 包括传说中的吉祥神兽和典雅柔美的侍女 焦纸桃艺术家吴蓉的作品 既有传统民俗的风格 又充分展现焦纸桃尽量华丽又温润的宝石彩佑 宇王 晚霞 渔夫 海浪 全是周秀惠的精心拼贴 她说每一幅作品都要先感动自己才能感动别人 我做这幅是拼布马赛克是用小部分下去做的 然后因为我是利用它的明暗度 然后还有它的小部分去拼出两面的老虎 所以它全是三与二 所以你透过镜头的话 你可以看到秋猛的老虎跟温顺的老虎 这幅栩栩如生的花草昆虫 是林佩颖童年的回忆 她擅长以传统的春子花的蝉花技法 结合剪容 串珠和席雕等多种美材来呈现 我是在西罗长大的小孩 我们在西畔都常常可以看到有芦苇啊 然后有狗尾草啊 有蒲公英啊 那上面也都会有很多的蜻蜓啊 然后有螳螂啊 所以小时候在西里面玩的那种情境做出来 包括工艺师陈明舟传统写实的木雕 陶艺家李明松别具一格的茶具作品 也都琳琅满目 各有不同的创意和造型 作品将展览至12月25日 这期间原方还安排DIY体验课程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一起来学习工艺基础技法 新唐人亚太电视 达到立芬 陈岳秀 台湾园林报道